爸爸的小提琴 细语影评 孟空细语观影会 爸爸的小提琴是一部2022年的土耳其电影 这部影片评分不高 现在这样暖心的慢节奏小成本影片 不被市场看好 它没有打打沙沙 轰轰烈烈 来得刺激爽快 在平淡压抑的日子里 太多人只想快意恩仇地手起刀落 快餐般的狼通虎咽 往往在一阵感官的澎湃亢奋后 在灯亮时又重新落回内心的空虚 这部2022年的新电影 其焦点从孩子的自我坚持与自我成长 到父辈中的恩怨情仇 误解珍惜 觉醒共鸣 最后以大团圆收官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实相中 而每个人所觉知记忆到的真实 又与真实有多少关系呢 被弟弟看成脱油瓶的小累赘 其实却是他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心性导师 被看成无信无义破落户的哥哥 却用他一生的艰辛默默地烘托着弟弟的红毯顺遂 看似武尼丈夫意愿的妻子 用他的坚持唤醒了丈夫心底的温暖 看似十恶不赦的罪鬼父亲 何尝不是这整部大戏得以展开的前提 男主的妻子为了家庭 把自己的气运加持到丈夫身上 甘愿碌碌无名成为光环下的某某太太 成就了聚光灯下自己的男人 在男人的一生中 想要能有所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四个女人的成全 一、不过于强势 却持家顾家的妈妈 二、甘心付出 不彻肘不拆台的妻子 三、默默欣赏 敬而远之的红颜 四、贴心 省心 暖心的闺女 妈妈决定了男子的品性能力 妻子决定了丈夫能走多远 红颜决定了男人的人生走向 女儿决定了父亲的心间冷暖 有什么样的妈妈 就会爱上什么样的女人 所以婆媳最难相处 妻子与红颜总是红白玫瑰的反差 所以情人总是有不一样的魅力 一个女人决定一家三代的走向 此话不虚 如果妈妈比儿子更强势 那家宅永无宁日 如果妻子比丈夫更霸气 那就要有能力 接纳自己男人足够的废柴 这就是阴阳动静之道 逆则两败皆伤 不欢而散 人的一生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又辛苦的时候 还有很糟心的时候 对比那些既辛苦 还糟心的时候 那三十年大运中 通过辛苦就有回报的 已显得很幸福了 人生世事如潮起落 风骨间的得失 被看成世人口中的祸福 其实一切都在剧本中 有迹可寻 转折与反转 让故事有了张力 和带有嚼劲的味道 天地为道场 人生是科业 当你被无形无相的 平静卡顿时 在江郎财尽 举目苍茫时 当之自己到了 破例的关键时刻 这场修行路 百年不过弹指 一路上俘获相依 俘原来时 自己是否能接得住 或是挫折突发时 自己又是否扛得下 全看自己的内在品性 与韧性 能力与担当 或是扛过去后 通过回味 可以萃取出心智的福田 若福运大过你的德行品性 那也会成为灾祸的央苗 其实福祸相依 一体两面 诗中能见德者 智 在德中可觉诗者 慧 过苦日子时 那确实是苦 在苦中作乐时 不可失了良善的心性 和开朗中的温暖 好日子时 当之惜福与利他助人 善不失时 如能不求回报 方为真心本性 每个人一生的境遇各不相同 是在殿堂之上 还是市井之中 其实并无多少差异 一生的功名成就 对神魂来说 不过是难科一梦 而通过此生是否品无道的道理 守护住了心中爱的温暖 增益了神魂的知见智慧 才是生死来去间的所得或所失 当男主魂不令地抛下数百观众 看似很不负责地 自毁前程跑去 奔向心中的 奔向内心中的召唤时 他在那一刻找回了自己 当他放下面子 站在街头为市井演奏时 找到了初心 当被警察追着满街逃窜时 他理解了生活 当他用心去聆听小姑娘的心声音乐时 明白了生命的脉动 是如何流淌成心弦的共鸣 通过一系列自我觉醒 他从一个记忆高超的技工艺人 突破自我的瓶颈 成长为可碰触心弦 引发心灵共鸣的匠师 这一蜕变是不可能通过手术耳来达成的 任何一种功夫都可分为三大境界 递进的关系是基于 技术之巧 心性所向 一致的广博 熟手的是技工 可赵猫画虎的搬运复刻已有的经典 静而能用心做出自己风格的是降师 已经能表达出自己领悟的道理 最后 那举重若轻 信手拈来 可画凡入简 直指人心的 是开宗立派引领一个新局面 打开一个新面向的大师 三者的差距就在于是否能活出自己 细语 2023年1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